早晨,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甲組第七輪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 《假如你知道世界是虛擬的,你應不應該公告天下?》 這條是甲月辯論題雙辯題制,而不是正反單辯題制 相信評判和對賽雙方都可以注意到 這場雙方的隊伍分別是 甲方金巴倫掌路會要做中學的同學 粵方會知中學 讓我介紹一下雙方辯論 甲方的主辯楊啟光同學 一副黃靖雷同學 二副張詠琳同學 劫便要送往後 又にな得早 李日喬同學 接著來說,葉 Yeshua 大向的轉變是 葉偉晉同學 一副陳怡情同學 二副� Upë YI同學 那副協議 劫樂盈同學 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評判作為今天的賽事 幫助一條甲月的雙辯題評分 他們分別是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辯論隊 負責老師彭sir彭偉興老師 歡迎你 另外就是九龍堂學校中學部的老師 沈sir 沈寶勝老師 第三位評判就是我自己 我是資深傳媒人溝通顧問王傑偉 多多指教 這場比賽分為主辯台上發問 一副二副台下發問和結辯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4.334 反方主辯完成發言後下來的是台上發問的時間 只有一次機會的雙方 然後到一副二副 接著會進入台下發問的環節 我相信大家都清楚是不是? 特別更新一下 這一場有一個新規則 就是鑑於網絡很多時候的信號 不是那麼理想 我們有新的章程中說明 如果是因為網絡的原因 令到比賽不能夠進行 一段時間會取消資格 大家明白嗎? 有收到過章程 明白 非常好 除了台上發問和台下發問的環節 其實每次發言的時間結束之前 會有30秒有一丁 因為網絡上面 大家未必看到 所以除了丁 我會做手勢 我舉高一隻手 一隻還有30秒 舉高兩隻手 投降了 你要時間到了 如果真的過了緩衝時間的15秒 我就會不停地告訴你 你就會開始計分 由我丁丁丁的那一刻 就會計分 詳細的賽規已經分化給大家 有沒有人有疑問呢? 好嗎? 我看看 一、三十秒 兩、一、一、二、一 可以投降 是時候 你會看見我的嘴巴勁尺 其實會開始扣分 明白 也特別提提的是 今次不只是台上發言的環節 就算是法文的環節 或台上發文的環節 如果講英文都會扣分 知道嗎? 好了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我們正式開始比賽 現在先請甲方的主編發言,你是有4分鐘的時間 請問收音方面可以嗎? 準備好,告訴我 可以 各位大家好,古往今來社會上一直有不同的新思想、新理論、新研究 例如達爾文的進化論、牛頓的漫遊引力等等 這些理論和研究都衝擊著當代人的信念和思想 但這些理論同時也會後人帶來無可否認的貢獻 其實虛擬世界論並不是一個新鮮的理論 早在2003年,牛津大學哲學家尼克博斯特倫提出 世界可能是虛擬的,就來生命都是無疑的生物 而每一年到於美國自然史博物館中 舉行的艾薩克·亞西莫夫辯論大戶中 虛擬世界論一直是具討論性的議題 而變態中,我知道是指因為某些原因 是有一定的證據去證明這個世界是虛擬的 可能是由自身去發現,又或者是由他人告知 虛擬是指這個世界的人或事都是虛擬的 人類可能只是一個數據或高等文明的實驗對象 有著不同的可能性存在 而告知天下的形式可以透過記者會往上等 就此,我方需要分割的位置就在於 告知是要讓人知道並不肯同於要說服他人 而最終的目的是要讓全部人都能得知事情的真相 今天我方衡量變態的準則就在於 當告知天下世界是虛擬的 能否有利人類及社會找到更合適的發展方向 我方贊成變態原因有二 第一,引起社會討論,實踐科學求真精神 在科學世界中沒有絕對的真與假 因此幾千年來有不同的理論出現又被推翻 而當今日一個新的理論被公告天下 只要理論是具一定的理據和說服力 必然會引起社會上的討論 而不同的討論正正能令人們更了解世界的真面目 在二千年前,人們信奉地心說 因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但到了文藝復興時代 開始陸續有不同的人發現很多不同的現象是不能被解釋的 而提出了不同的假設理論 到後來就有了哥伯尼的天體運行論 當中提及到一心說 指原來地球是圍繞著太陽公轉 這套新理論的確為當時人們已有的價值觀 帶來一定的矛盾 很多人都不能夠接受這個說法 但由於天體運行論能夠說明 原本理論中很多不能夠解釋的現象 因此再被廣泛研究 最終出現了自尊、公轉等的概念 到了現今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的人已經寥寥無幾 今天我方公告天下 正正是容許社會討論 令不同的理論在探索的過程中可以出現 又或者被推翻 甚至能夠證實 第二,有助人類探索求真精神 自行選擇未來人生 人類作為宇宙的一份子 雖然一般民眾未必像科學家一樣了解天文地理 但他們同樣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去論證新的理論 因為任何的理論都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所以人都有權利去選擇相信還是不相信 而今天有方同學並沒有任何的權利去幫助民眾去選擇自己的生活 沒有權限制其他人能夠知道什麼資訊 情況就是好像一個醫生不會隱瞞病人的情況 病人的情況即使很嚴重 他講了出來可能會令到他的情緒受影響 但病人都有權去自行選擇要放棄治療 遠天由人的積極面對 今天我們將自己探索到的事物公諸於眾 受到衝擊的時候其實是無可避免 但這份衝擊反而會令他們重新去審視自己的生活和社會 思考自己的日常 從而去選擇新的生活模式 當我們將選擇給了民眾 才是尊重他人的自身意願 最後想問右方今天為何要騙全世界 要人類無知地生活 就必然是對他們最好呢? 多謝各位 好,你所用的時間是3分53秒 好,接著就到粵方的主辯了 好,謝謝 開一開聲,看看 是否可以了?主席 是的,是的 你稍後是不是站那麼近? 坐那麼近? 好 準備好位置就可以試試 準備好 OK 可以 主席評判,各位 雖然有方同學有解釋過辯題 但對辯題關鍵字眼隱含的內容和設定 有所忽略 第一組字眼,發現 換言之,變題的設定是你只是發現世界是虛擬出來 但這個虛擬世界是怎樣運作? 虛擬世界之外是怎樣? 怎樣擺脫 還是根本不能擺脫? 有方同我們都是一無所知 即是無論是否發現都好 我們都不會有額外的得著 仍然要受著這個世界的一切自然、物理等等的規則和系統影響 第二組字眼,虛擬世界 以美國太空總署的屬資料 探測器紳士野豪已經超越冥王星 去到地球65億公里之外 可觀測宇宙距離更以數百億光年計 可見這個虛擬世界之大 以建構出來需要給人類高無數倍的智慧和能量才能創造出來 第三組字眼,公告天下 換言之,辯題設定我們要傳播這件事的形式必須高調 令地球上每一個人都要知道 因此創造和操作這個虛擬世界的主作者也會知道我們所做的事情 以上三個設定令我們認為即使發現世界是虛擬出來的 都不應該公告天下 我封反對辯題,原因有三 第一,公告這只是一個虛擬世界,不會提升生命的價值 反而可能將生命的價值貶低 如果公告這只是一個虛擬世界 即是等於將這個世界一切發生的事、一切的人 他們的痛苦、努力、成就和愛都貼上了虛擬的標籤 因為你排除萬難,贏得回來的都只是一個虛擬的冠軍 你朋友、父母對你的愛都只是虛擬的 甚至他們會不會只是一堆程式代碼,你都不肯定 容易令人將現有世界一切的東西降格 第二,公告天下只會降低人類對自己生命的積極性 一直以來人類會相信憑著努力可以改善自己的情況 例如一般的社會流動理論都會認為你努力去改進自己 例如透過教育可以掌握和改變自己的命運 但當你公告天下,公告天下世界是虛擬的,是被創造出來的 就只會更加抱住宿命論,即是人的一生已經被命定 如果你被命定不能成功,你多努力都只能成為悲劇英雄 這種一切已經被命定的論調,加上這個世界 包括我們都只是被製造出來的事實 只會令人更傾向於相信宿命論從而減低積極性 對人類的社會絕對廢大於你 第三,得益不大,風險太高 由於你知道的只是這個世界是虛擬的事實 人類仍然要透過探索這個世界是如何運作 仍然要運用現在的科技和科學理論 來探索這個世界 知不知道都是要做同樣的研究 也必須要數十年甚至上千年的時間 才能研究到這個虛擬世界的奧秘 和如何衝出虛擬世界 但大家要明白人類存在了七百萬年 如果虛擬世界的創造者不介意甚至歡迎我們知道 也不需要等到你今天突然間發現 我們一早已經可以知道 如果創造者根本不歡迎我們知道這個事實的話 對知道的你個人的生命安全將會構成威脅 甚至當他怕了我們知道之後 會有一天對他構成威脅 作者、創世者要滅世也不需要太長時間 最少會比我們研究的時間快 總之當我們知道事實後 得益不大 但如果引起不良的後果 那後果是可以令我們灰飛煙滅 我們根本不應該沒有這個險 因此縱觀上述各點 我們不應該公告天下 多謝各位 你所用的時間是3分44秒 接著我們去到台上發問的環節 待會發問的是台上任何一位同學 但回應的必須是大家的主辯 在發問的時間是1分鐘 準備的時間是1分鐘 答的時間也是1分鐘 所有時間在結束之前的15秒 都會有一丁的提示 有沒有疑問 沒有的話 我們請隔方的同學 發問的同學 你是會 你是隔方的主辯 你是隔方的主辯 好 隔方的主辯 隔方的主辯 好 隔方的主辯 你是會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 准备好講可以 可以 各位大家好 今天由方同學的三個論點都可以跟大家說 我認為這件事會造成什麼後果 所以我們就不應該做 今天由方同學你的標準是從何而來 為什麼由方同學可以憑著自己的主觀意見 就認為對人類社會不好 由方同學只是覺得 當今天我們做了一件事 必然會產生一些很不好的結果的時候 由方同學究竟必然性在哪裡 以及由方同學必須要論證 究竟為什麼你的標準就能夠成立 而我方所說帶來的好處 甚至讓人類意識到自己人生應該如何做抉擇的時候 為什麼這些好處由方同學就可以視而不見 就認為一定會產生理所說的壞處呢? 謝謝各位 準備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讓我們在後面看看 我們會成立的 兩邊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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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 還有15秒 丁丁請粵方的主辯 是嗎?是嗎? 可以 主席評判,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堂問我們為何我方的立論必然會發生 但是我們無視了有方堂的好處 很簡單的答案有方堂 因為現在根據變題字眼 我們在變題字眼底下 我們虛擬世界之外必然會有主宰者 而主宰者之下如果他一早想我們知道 如果他想我們知道的話 如果他想我們知道的話 我們應該一早都可以知道 或者他歡迎我們知道的話 我們一早都可以知道 而不用等到現在這一刻我們才知道 原來這個世界是虛擬出來的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現在才知道的原因是 我們現在才知道的原因是在於 因為他不歡迎我們知道 或者他不想讓我們知道 所以我們才知道之後 我們會面臨很大的後果 例如被他滅世或者不同的後果出現 而且我們在於我們現在知道了虛擬世界之後 我們會知道我們身邊所有東西都是假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我們會令到 好時間夠了同學 剛剛好一分鐘了 接著我們請粵方發問的同學 好 好 都是你是不是? 是的 不好意思 不用不好意思 非常歡迎 好 準備好講可以 可以 丁 主席評判大家好 今天我方學說要支持公告天下 因為人類知道這個消息是必然的 但是我方想問的是 過世間有很多偉人 犧牲性命保家衛國 或者為民主自由等價值捐軀的人 孔子、貝多芬、約翰、諾克等等 有重大貢獻的人 他們一樣不知道世界是虛擬的情況下 遺留種種重要的作品和思想 如果過去有那麼多不知道世界是虛擬的人 他們的生命都一樣活得有意義的話 將這件事公告天下的必要性 究竟存不存在呢? 如果公告天下的必要性並不存在 那我們還應不應該承受我方 剛才說的幣處和風險呢? 請我方正面回答 多謝各位 好 大家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開始計時叮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15秒 好,時間了,我們請粵方的主辯 準備好講可以? 可以 其實今天友方同學已經將全世界認為什麼叫人生意義是由他自己定出來 他覺得什麼是有意義呢?對社會有幫助有價值的東西就是有意義 為什麼是由他提出的?由他從來沒有回應過我們 加上由他跟我們說這個世界背後必然有一個主宰者會控制人類 甚至當我們知道之後就必然會毀滅世界 由他究竟有什麼必然性當中呢?由他如果按照你的邏輯必然會造成破壞的話 在2003年提出世界虛擬論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按由他所說的發生世界大壞 甚至有一個主宰者毀滅世界呢? 這些情況全部都沒有出現的時候 由他請正面回答 究竟有什麼必然性必然會發生這個世界大壞的情況呢? 多謝各位 好,謝謝 現在我們會回到台上的表演環節 我們接著首先是隔坊的第一副片 有三分鐘的時間 是非常難的 嘗嘗咪嘗咪 是 準備好沒?可以說可以 可以 大家好,今天我方主辯的问题 有方其实都答不了的 因为有方都知道 今天我们不应该帮大造众选择 没有权利去决定市民应该要接收什么信息 以及他们怎样去过自己的生活 其次,有方台下就说必然就会有主宰 他们不想我们知道这个标准在哪里来的呢? 请有方解释吧 再来,有方说我们这个变题的字眼是发言 但我想重复一次 这个变题是假如我们知道这是虚拟世界 我们应不应该公告天下 这个知道是一定有程度的支持和可信性的 而且我们就是告诉他们 而不是说服人人都要去相信 这个必然是一件事实 而且再来,有方同学说 这个生命的价值会减低 而且这个是命定的 我们就会减少这个积极性 首先我想说的就是 其实这个感情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会感受到的吗? 难道我说出来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你的冠军就会突然消失吗? 你和亲人的感情就会消失了吗? 不是的嘛 再来啦 有方就说我们就会受到危险 就会好 就会受到威胁就会很危险啦 有方同学问我们 这个又怎样是危险呢? 有方完全都没有解释 如果按照有方的选择 有方的说法在过去 进化论这个新的理论提出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很危险呢? 那有没有出现过有方所担心的情况呢? 各位大家好啦 今天我方公告天下 不是要一下子让全世界的人 都必然是相信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但是人在讨论的过程 信不信和他的理据呢? 都同样重要 即使今天大部分都未必可以用 理论和专业的方式去了解事物 但是今天我们科学所讲求的是一种求真和探索的精神 我们都不应该去限制人类的讨论、质疑和探索 情况就像古希腊数学家 不达哥拉斯 以科学的角度首次提出地缘说 对方了原有的地平说理论 在他的理论提出后 学人就会开始对各方面做计算和研究 在葡萄牙探险家 物质量已船堆完成环球航行 以事实证明当时对地球的假设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反而要倒退 而追求事情的真相 讨论的学家都不给他们呢? 其实我们看过去的理论 提出地平说的人 又怎会猜到自己的理论会被推翻 提出地冻说的人 又怎会猜到他的理论会帮助到人造卫星的发展 所以要问的就是 这个理论是否一定要一个原始的证据 一定要有很大的利益 才值得人类去讨论和研究呢? 但是过去有什么理论是可以做到绝对的正确和完善呢? 多谢各位 你所用的时间是2分58秒的 我们请粤方的一副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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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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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